拍吻戏中尧大方不扭捏无丝闲嘴开花吻厚心得,她唇好软。 中尧演出三例,东四周五华巨资的时代获得观众不少掌声,在剧中帅气个性其实就是自己的生活风格,有观众认为中尧的气质与大陆女星汤薇相似,都是有自己风格又是耐看情的女演员。 而本周剧情发展将有重大转折,三位子都将要有新的开始,而中尧与吴思贤、小月,这对子弟恋中与有最新进展,中尧一把抓住小月并且直接亲吻下去,完全展现出此敢爱敢恨的态度。 拍这场吻戏应该算是吴思贤、小月,真正的荧幕出吻,虽然主动权不是吴思贤、小月,但她还是笑说,很enjoy,不会尴尬。 因为在拍前中尧就对她说,我吻过无数你就放心把自己交给我。虽然是一句玩笑话,但还是让小紧张的吴思贤、小月,轻松不少。 中尧就表示拍这场吻戏前可是期待吴思贤、小月,可以放得开,这样才能放心把唇交给她。 拍摄当天她除了不吃洋葱外,其他都照来,虽然还是吃了泡菜,但两人都很有默契地准备了数口水。 吴思贤、小月,就笑说,我们都很有礼貌的。 由于有非常多的角度镜头要拍摄,所以一拍就花了三个多小时,中尧认为吴思贤、小月,很懂得配合,笑说这是一种默契,所以亲起来可以很投入窝。 一开始是吴思贤、小月,是男孩的羞涩,之后就转入男人的霸气,但却是温柔的。 吴思贤、小月,说这场戏是中尧先亲我,后来她就豁出去,搂住她狂亲。 这场戏最好玩的是他们嘴唇黏在一起,导演用walk机在远方桥角度遥控两人,又要演出很投入的模样,又要听导演的指挥,挺好笑的。 儿子弟俩过真默契十足,都不约而同给对方的稳计打了八分,小月还意犹未尽地说,中尧嘴巴很软,呼呼。 不过由于拍摄几小时,每拍一次中尧就要补一次口红,最后让吴思贤,小月,的唇都是口红的味道,她抱怨说都快肿起来了,并要求说,下次可以不要擦口红亲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